哈囉 大家好 我是嘉儀 歡迎收看我的Vlog 今天呢 是一個天氣非常好的週日 那這一集要做什麼呢? 我要帶大家認識北大校園啦 三生有幸能夠申請上北京大學 當然要好好認識一番 因此呢 我在學校的紀念品店 買了這一份北京大學手繪地圖 我們就跟著這份地圖來認識一下這個美麗的校園 掰掰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 等一下的路線大概就是我們先經過燕南園 一路往上到靜園 滑錶 以及辦公樓 還有鼎鼎大名的西門 再來到這邊也是以前的宿舍 然後沿著這個衛冥湖 經過議題 還有柏亞塔 來到圖書館 以及滿洲紀念獎堂 然後再帶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武士操場 還有秋德巴體育館 都在這邊 那至於這一部分呢 則是理科樓啊 或者是一些細的樓館 我就不多做介紹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北京大學的南邊呢 就是宿舍群們 一棟又一棟的宿舍 然後還有非常好吃的家園餐廳 家園後面則是學衣 還有藝園 那邊呢 則是學舞 基本上就是一個充滿食堂的大學 那首先就是燕南園啦 燕南園呢 是因為在燕園的南部而得名 燕南園呢 主要是當時燕大外籍教授的住宅區 是按照當時所有中外教授的住宅 編號順區 從51號到66號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住宅呢 主要是這種一體的西式小樓 以及矮牆環繞的中式小庭院 燕園呢 住了非常多有名的人物 你看 這個列表 超級多 大部分呢 我都沒有聽過嘿嘿 穿過燕南園 我們來了靜園 靜園這一片草皮呢 我都會在上面睡覺 或者是獨處 做瑜伽之類的 靜園呢 總共有一至六院 那這六座院樓呢 一院 二院 四院 以及五院 是原來的燕京大學的女生宿舍 這是這幾棟 一至六院 對面也是 那這些古建築呢 都會被改建成研究院 像這一棟呢 是二院 現在則是人文社會科學院 OK 遊客止步 我是遊客 其實我不是遊客 我是交換生 但我都覺得 我走在校園拿了這一層地圖 還不是遊客是什麼 請問 那這邊則是二文樓 現在則是圓培學院 大家知道北京大學最難考的學院 其實就是圓培學院 因為圓培學院基本上你要是各省的榜首 才能進入 它是一個不分系的概念 就是你進入圓培學院的話 你可以選任何學院的課 你可以在不同學期之間換專業這樣子 如果能考上北京大學的圓培學院的話 我的天 那你就是神之學院中的神之學院啊 那另外關於圓培學院呢 有一個小彩蛋 我放在最後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靖元的西邊呢 則是韶元 那這邊這兩棟呢 則是南閣與北閣 現在呢 我們要繼續前往衛明湖 北京大學基本上就是個古文物 所以學校常常會看到這種牌子 就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超級酷 這邊呢 就是中庭 我非常喜歡衛明湖跟教學樓之間的這一片 算是有點假山的感覺吧 就是一走進衛明湖這裡就會覺得有一種 啊 儀式獨立 跟教學樓那邊內卷的氣氛 然後非常濃厚的讀書競爭力 有一個超然的感覺 基本上來說我覺得北京大學 它是一個知識的殿堂 但對我來說我更喜歡的是它的校園環境 衛明湖有非常多的鴨鴨 鵝鵝 薑母鴨 鴦鴦 蝦米龍吳 餵 餵 耶 我們都合體了 沒錯 就今天其實是我的小幫手 他今天要跟我一起錄北大的校園vlog 現在我就是可以當大家的導覽員 我們現在呢 就是在衛明湖 導覽員需要看小潮 因為我怕他講錯 衛明湖呢 就是校園最大的人工湖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然後它是一個U型的形狀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石 那個石呢 是翻尾石魚雕塑 它是圓明湾的遺跡之一 然後是北京大學校有那個時候 呃 贈送給母校的 真的不錯 對 然後另外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那一個方向呢 是柏雅塔 柏雅塔 對 柏雅塔下面紅色的建築呢 則是花神廟 那還有剛剛 大概這個位置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棒球外套 這是什麼 Peking University 對 哇 這顏色也好好看喔 是不是 我今天為了要拍北京大學校園 特別穿了北大的棒球外套 這邊還有我們的校徽 校徽 的羽絨服 長版的 然後這裡也是北大的logo 還有它的logo 為什麼你都不喝啊 保暖嗎 請問 我覺得還行 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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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你知道這一片 你知道這一片是 什麼什麼宿舍群嗎 我不知道 第一次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是 好 你說 德財軍備體健全 那這一群宿舍群呢 是北京大學男生的宿舍 啊這裡嗎 對 剛剛說的女生宿舍是靜園 這邊則是男生的宿舍 那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呢 則是 藝術學院 我只有在藝術學院 因為它的二樓 可以跳望衛名鼓 非常的漂亮 然後 但是其實你知道 北京大學不太喜歡 不是你的那個戲 然後去人家的戲院 所以剛好那時候 我就遇到那邊的老師 他說 那你是我們這個學院的嗎 我就說 喔對對對 藝術學院 走到人家的戲館 你就是要堅定的步伐 跟沈穩的口氣 讓你自己都要說服自己 我就是藝術學院的學生 OK 藝術學院 你看上面都是繁體字 欸對耶 嗯 其實才意識到 而且在繁體字的話 是中華文化博大精神的一個精髓 沒錯 繁體字王道啦 沒錯 你看文創商品是不是都是用繁體字 對 沒錯沒錯 這是觀察到的一個現象 可以 小姐姐可以加個微信嗎 可以啊 可以喔 沒問題 北大校園美女集 就又會學習長得又漂亮 沒有 學習沒有了 看了那個PKU的背面 喔好好看喔 來個美女回眸 Oh my god 凹起來很好 Pulse100分 OK 耶 那各位呢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有點來不及 所以我們剩下的校園部分 我們會明天再繼續拍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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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們177家家去哪 是179 蛤 你已經被177 耶 耶 我們今天都是穿紅色的 北大棒球服喔 超帥耶 北京大學 一定要穿這件外套在這邊拍照 大家看到這個非常漂亮的這邊 好美喔 這一塊呢 可是毛澤東主席提筆寫的 親自提筆寫的北京大學喔 大家也可以看到左右兩邊 有一個石獅子 嘿 雙眼炯炯有神 炯炯有神 炯炯有神 OK 但是 無語 你傻眼 因為在1924年的時候 從民間購得的 從西門進來以後 就會經過剛剛的校友橋 校友橋 經過一支天來 我們就會看到兩個滑錶 這兩邊就是滑錶 這邊就是辦公樓啦 是金師大學堂最主要的建築物之一唷 冰上的陽光 後面則是湖上的陽光 超漂亮 同學 請問你又要幹嘛 那個我想要去認識他自身的結冰 真的耶 你看 超酷 哇 超酷 而且他旁邊還沒有完全結 但他其實 中間那邊是可以的 對 但我覺得假如說我全身的在上面 我可能還是會掉下去 天 就踩在水上的蠟人 真的 水 你是水行俠嗎 清空水上車 還是你是Frozen 是Fr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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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你會這麼愛玩 對 會吧 這很好玩 你看大張的聲音嗎 有有有 來來來 他又破了 他又破了 給大家看一下 笑 笑好爛 很好玩耶 對吧 我覺得就很好玩 在衛冥湖的 我們現在在衛冥湖的這邊 那後面呢就是靜春園跟朗潤園 但因為這邊就是比較人煙稀少 那我們就不過去 就是後面這一片 我們現在就從衛冥湖 然後切回去禮教 這邊呢就是一體岩壁 這一棟呢就是第一體育館 那我們出外教育的課 有時候就會在這邊上課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欣賞衛冥湖 火牙塔 紅色的呢是花神廟 還有對面的石房 以及剛剛看到的藝術學院 哈囉 這邊呢就是北大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景 就是柏牙塔啦 大家知道柏牙塔是什麼嗎 不知道 謝謝 柏牙塔其實是水塔喔 超酷 你真的不知道嗎 你說這個是水塔嗎 柏牙塔是水塔 OK 那北大最有名的景色就是 一塔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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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塔糊圖就是 一體或者是遺教 然後柏牙塔 衛冥湖跟北大圖書館 那我覺得北京大學最漂亮的景色就是 柏牙塔 倒映在衛冥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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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接下來呢 我們要準備要帶大家走到我們主要的教學樓區 沒錯 我們大部分的 每大學生上課的地點都是在 等一下教學樓一旦 嗯哼 有禮教、二教、一教這樣 這一條就是教學主幹道 大部分人都是在禮教或是二教上課 正前方這一棟呢就是二教 我們講到了教學樓 我們一定要來談論一下 究竟你自己覺得在這邊上課的感覺是什麼 嗯 我自己個人覺得要看你上什麼課 但是不得不說 學術氛圍非常的好 我們用他們這裡的話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卷 沒錯超卷 卷到不行 然後一定大家有的人想說 什麼是很卷 就在這邊就是卷 就是我舉個例子還是好了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作業 老師說寫三千字 那同學們就會自己開始往上加 往四千字、五千字、六千字 甚至寫到一萬字 上萬字 就這種是自己的內卷 但老師並沒有要求 但是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可能自己寫很多 然後有的老師就因為這樣 一直打比較高分 就變成是學生自己在內卷 所以他們這邊字書規定都會規定上限 嗯 對就是你不能寫超過幾個字 對 在台灣字書不會 不會 不會 會只有低標而已 只有低標 你不可以寫太少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就是 整個大學的風氣 就是我自己覺得說 北京大學的讀書風氣很高 高到會讓我覺得說 我忘記這邊其實是一所大學 因為像是師大或者是像是台大 每一周都會有一些系列活動 例如戲的展覽啊 或者是戲學會會辦一些活動 然後或者是社團也會辦活動 但是這邊就是 完全就是不停的讀書 讀書還有讀書 真的就是這邊 學術風氣非常的強 有點是你確實在這邊 你就是搞科研啊 或者是搞這種學術類的 你覺得可能會獲得很大的收穫 但是我就覺得有一種 一種青春的元素 對青春熱情 然後活潑的感覺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北京大學的圖書館 它的樓腳就是用的 比較那種中式的 因為它是 讓它翹上去的 嗯 然後在它旁邊這些牆 就是用的又比較 稀式一點的感覺 然後就是 讓它強調一個中西合併之美 在北它上學 確實是中西合併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教授上課跟你講中文 但PPT全是英文 中西合併 另類中西合併法 是的 這邊呢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側邊 那這一帶都是 新館 舊館呢 是西樓 欸我們在哪裡 我們現在來到 百周紀念獎堂 那百周紀念獎堂呢 最常就是會放映電影 還有邀請到非常厲害的舞團 或者是 呃戲劇 都會在這邊展演 重點是北京大學學生的門票 超級便宜 多少啊 大概20塊 最便宜大概20塊 天啊太便宜了 那據說呢 有人在這個 百獎 演出過 我們來 訪問一下 有在這裡面演出的同學 傻丫 你不要亂 Q 哈哈哈 而且你有在百獎演出過 太厲害了吧 對啊我有 哈哈哈 你是 你是表演什麼呢 北大風雷街舞社呢 就是在每年的大概六月的時候 就會在百獎裡面 就是做一個專長演出 那這場演出有什麼呢 就是總共有八種舞風 就你是跳哪一種舞風 我是跳Locking跟Urban的 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看那個 風雷的一些演出影片 有很多 大家可以去觀賞 好 這邊呢就是秋德拔體育館 裡面呢有乒乓球 羽毛球 游泳壁球 健進等等等 包括我在這邊上的攀岩課 也是在底下的豹石廳上的 北京大學呢 還有非常非常多體育館 像剛剛介紹過的一體啊二體 還有我們會看到的五四操場等等 所以我覺得 北京大學的體育風氣非常的新盛 這邊就是五四操場啦 五四操場 哇 那我覺得北京大學最棒的一點 就是它有一個場館預約 你可以在你想要打球之前 先在上面按好你想要的場地 不管是游泳館啊 或者是籃球場 網球場 排球場都可以預約 那這樣你預約過後呢 你就可以來這邊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場地 然後別人就不能搶你的場地 這樣 真棒 這個真的很棒 推推 推推 最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棟建築呢 是新太陽學生活動中心 那大家如果要審批什麼活動啊 或者是社團的事情 都會在這一個建築物裡面進行 另外新太陽下面呢 有北京大學的紀念品店 還有北大的書店 還有北大的書店 是新太陽 還有大小小的 叫做西楓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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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西楓便宜 叫做西楓便宜 一叫西楓便宜 你叫西楓便宜 北京大學最豪華的宿舍 圓培宿舍 聽說樓下有撞球室 電影院 啥都有 那為什麼我能夠進去呢 因為我認識了一位圓培的朋友 那他等等就會帶我進去 GO 出發 我們來到圓培宿舍了 你看 他們超酷 他們是人點識別 我們低配的學生進不去的 我們收到裡面的圖書館 台球室 裡面找怎樣 看一下 哇哇好酷 為什麼大家台球室找到東西 他不是 就是一個號碼 基本上就空飛了 空飛了 因為我撿台飛機了 我拍給他台球 哪一個戲是要開飛機的戲 沒有專門就是一個空飛班 然後都是原來的 太誇張了 電影會定期 什麼是期末急救 對就是也會用來幹別的事 因為不可能全天會幫別人 秋德巴滿身大汗的時候 人家有自己的建設法 太酷了 好可愛 唱歌歌 笑死 哇 哇 舞蹈室 喔還有舞蹈室 為什麼他要海浪 多人自喜 很詮異 花水 好 哈哈